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周四的市场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在昨天周四凌晨 澳洲时间是三点钟左右 国内时间是十二点左右 这个欧佩克组织正式达成了石油的现产协议 直接导致了油价是暴涨9% 那么油价的上涨同时也是帮助了澳洲的能源股和资源股的大幅上扬 那昨天开盘来说 澳洲所有的资源矿产股都出现了超过3%的上涨 其中与原油和天然气有关的股票 更是上涨最多达到了12% 帮助澳洲股市昨天再次爬上了5500点大关 中国方面也是一样 昨天也继续可以再次使用气势如虹来形容 在经历了周三的下跌之后 上证指数在周四再次上涨0.72% 重新回到了3270点之上 深圳方面也同样保持在11000点之上 那昨天欧美股市则有上涨和下跌各有不同 英国 法国 德国分别有大约是0.4%至1%左右的下跌 而美国三大指数里面除了道琼斯指数继续在刷墙创新高之外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则分别下跌0.5%甚至于是1% 在其他方面油价第二天继续保持上涨 昨天再次上涨3% 这样一来的话油价两天一共是上涨了15% 另外黄金价格昨天也是轻微下跌0.4%左右 现在黄金是跌破了1180之后 目前很有可能会触及1150附近 那么另外今天要说一下的是 澳洲之前大热门澳洲的奶粉股贝拉美 今天早上股价突然暴跌40% 原因就是公司发布了一个最新公告 说到由于担心中国海关目前新出台的政策 可能会改变澳洲奶粉进口到中国的一些条例 使得公司担心以后的营业额会大幅下降 这也是凸显了现在国外奶粉到中国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旦政策发生改变 那他们的销量将会受到致命的创伤 今天的热门话题我们给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现在金融市场是处在一个 你方唱吧我登台 就是说你唱完了我来唱 那下一个石油唱完之后 下一个是谁呢 就轮到了欧洲方面的意大利 以及呢下一周周一开始的这个深港通 我们知道呢这周本周的这个石油会议已经结束了 那是不是呢下面就是来看一下欧洲和我们亚洲盘呢 在金融市场里面呢 我们可能感觉到这个几乎啊 就不会有给你一天有宁静的日子啊 基本上都是属于你唱完我来啊 你不能作为一个卖把永远拉着那么不动啊 如果哪几天不搞出一点动静来呢 似乎就对不起手上那点投资啊 所以说这部石油刚减产完啊 意大利呢又来了啊 意大利呢作为这个欧洲著名的金猪四国啊 这个是这个猪肉的猪啊 金猪四国的老大啊 他一直是处在一个拖后腿的状态啊 这是猪一样的队友啊 那么最近一次呢 就是在三年前的这个债务危机啊 以希腊和意大利为首的这个债务危机 差点把欧洲央行给拖垮啊 到现在呀 其实也没好过啊 其实意大利人呢 他天生可能适合是搞艺术啊 你说他是画画画 搞搞艺术 当时欧洲的文艺复兴啊 包括之后的这个像跑车啊 包啊 衣服这些他可以搞 你说让他正式的工作 像德国人一样 清辛苦苦 勤勤劳劳的 可能不太适合意大利啊 意大利呢 说句题外话 他们在打仗的时候 还会带上红酒和这个 这个意大利面啊 当时当年在一战之的时候呢 跟爱塞俄比亚非洲的国家打啊 当时非洲的国家用的是长矛和盾牌啊 意大利已经是进入了军火时代了啊 打到一半 居然到后面去喝红酒和吃意大利面啊 结果呢 全军被缴获啊 一旦缴获呢 立刻投降 因为投降之后又可以吃意大利面了 所以说这个意大利人呢 他简直就是 我们说的这好听一点呢 就是属于小清新风啊 说难听一点呢 就就不适合工作啊 不适合工作 所以意大利的国家也是整天乱糟糟 乱糟糟啊 你说他的这个艺术品的确是很多 但是呢 他的工业品呢 非常少 那么再转回正题啊 我们说到这个意大利呢 在星期天将要举行全民公投 是否要修改宪法 虽然这次呢 并不是说要离开欧盟 但是呢啊这个我们知道呢 如果宪法修改失败 那么现任的总理将会下台 新的反对党将会上台 而反对党呢 是支持离开欧盟的 那么根据现在的民意调查显示呢 反对党依然是占据优先地位 当然这个话呢 我们也不能全信 之前的这个包括了美国大选和英国的退欧 都已经证明了 媒体的预测不一定对 但不管怎么样 意大利在这个星期天的大选 将会直接影响到周一欧元的开盘 根据时间来看的话呢 这个意大利呢 是在早上澳洲时间9点45分 国内时间6点45分 公布初步结果 然后呢 是在这个澳洲时间下午1点钟 中国时间是上午10点钟 公布正式大选结果 如果我们说是现任政府赢了 修宪了 那么欧元将会大涨 那如果他输了 毫无疑问 欧元将会暴跌 那么至于他到底是赢还是输 我们还真的不知道 那你敢猜吗 反正我是不敢 而且我们也不提议 不建议大家去猜测来做交易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深港通的问题 我们知道下周一 12月5号 这个正式开通深港通 我们今天呢 就来聊一聊这深港通的作用 那其实呢 我们说到这深港通也好 护港通也好 其实毫无疑问 都是呢 利于中国股市流通 打开国际之门 便于国际投资者来交易中国一股 等等等等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这儿就不说 那么在我看来呢 这深港通和护港通 最关键的一点 其精髓 就是用人民币结算 为啥说这一点呢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人民币结算又怎么了 人民币结算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呢 香港是一个 可以说是 还是自由市场 但是香港的股票 如果境内投资者 是以人民币作为结算 那也意味着呢 你可以用国内的钱 去买香港的资产 而不需要转换成港币 或者美金 而境外投资者呢 如果要投资中国的A股 则需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 再去投资 那么对于中国央行来说呢 这个人民币 其实是可以随时加印的 今天印100亿 明天印100亿 是不值钱的 但是呢 美元或者说其他的货币 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宝贵的外汇储备 因此 第一 利用到人民币呢 吸引外资 把美元换成人民币 我们可以增加外汇储备 第二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可以释放国内的通胀压力 我们知道人民币 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扩张 或者说是在印钱之后 其实是非常贬值压力 是非常之大 那么现在呢 其实国家是鼓励人民币走出去 至于购买那些优良的资产 你买股票也好 买公司也好 买农场也行 买其他的这个技术资产也可以 但如果留在国内 就会容易造成 这边资金突然暴涨 这边涨 涨完那边涨 所以呢 很容易变成这个 突发性的这个通货危机 所以说 这一次护港通 或者是深港通 精髓 就是人民币结算 通过人民币结算 实际上呢 中国就是打开了一个窗口 把资金引到香港 先把香港覆盖 用人民币覆盖 人民币覆盖完之后 那么你香港以后 大部分的这个资本 都是控制在人民币手上 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境外投资者 想要投资中国A股 行 你再把美元换成人民币 照样给你投 所以说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 我们知道 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资产扩充出去 如何扩充 在目前人民币还不能流通的情况下 那么通过香港这道门槛 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知道香港不但有很多中资企业上市 更多的是外资企业 包括了像我们知道的花旗银行 而不是花旗是那个汇丰HSBC 就包括了这个香港本地的 像这个合计黄埔啊 或者是横基地产啊 这些 如果都是用人民币资产来买入的话 那实际上 他们就是被国内的资金所控制 那么当然了 我们知道呢 这个中国的资金最终还是会流向国外的 就流向世界的 但是在现在 人民币国内严重超发的基础之上 通过护港通和深港通 可以大大的缓解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这个呢 就是另一方面 能够开通这个护港通 或者深港通的优势所在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一再见